游轮要出发咯 打开门 从这边通过 这里有宝箱 还有大章鱼 游轮悄咪咪的驶过去 不要被章鱼发现 游轮被一道闸门挡住了路 打开闸门 游轮通过了 打开第二道闸门 前进 再打开第三道闸门 最后一道闸门也打开 游轮出来了 这有一只鲸鱼 鲸鱼角的水面一直在波动 游轮悄悄地过去 钓塔把游轮吊过来 旅程结束了 这是一座升降桥 小鸭子过桥喽 再把桥升起来 这是抽水机 用来给滑梯供水的 小鸭子来了 开始抽水 让小鸭子滑下去 小鸭子滑下来了 再来玩钓鱼游戏咯 钓到了 是一只绿色的鳄鱼 继继续钓 成功了 是一条粉色的鲤鱼 第三个会钓到什么呢 上钓了 是一只绿色的鸭子 继续钓了 这次钓到了 是游轮模型 再钓一次 钓到了 是一只粉色的章鱼 这辆是小猪佩奇的消防车 消防车的颜色是红色 这是小猪佩奇在开车 佩奇要出发咯 佩奇要来城堡灭火 这辆是小斑马苏姨的游地车 游地车的颜色是黄色 这是苏姨在驾驶游地车 苏姨要出发咯 苏姨突然停下 哦 是恐龙 苏姨快跑 这辆是小马佩德罗的巴士 巴士的颜色是蓝色 这是佩德罗在驾驶巴士 佩德罗要出发咯 到达宠物医院 这辆是弗雷迪的警车 哇 警车的颜色是白色 哦 这是弗雷迪在驾驶警车 酷 弗雷迪要出发咯 弗雷迪要来执行任务 这架是小兔瑞贝卡的直升飞机 直升飞机的颜色是深蓝色 这是瑞贝卡在驾驶直升飞机 瑞贝卡要出发咯 起飞 出发咯 起飞 这是超级飞侠巧巧 开始变形吧 收起左臂 收起 收起右臂 合并双腿 放下前轮 还有两个后轮 再把双腿收起来 瞧瞧变成了飞机 起飞喽 这是超级飞侠 这是超级飞侠洛洛 开始变形 收起左臂 还有右臂 放下前轮 和两个后轮 合并双腿 再把双腿 再把双腿弯折收起来 变形 完成 这是一节车厢 关上车厢门 接在诺诺的车头后边 出发咯 感谢 想 ist 收起 含 收起 铁 оп !? 放下前轮 打开后盖 放下两个后轮 把双腿收起来 小亮变成了一架运输机 出发 这是超级飞侠东东 东东变形 收起左臂 还有右臂 合并双腿 打开后盖 弯折双腿收起来 东东变成了一架火车 这是火车的车厢 把它盖上 好了 接在火车头后边 出发咯 这辆是超级宠物基地车 驾驶室可以打开 这是乐迪的宠物 乐宝 乐宝可以发光哦 这是小爱的宠物 爱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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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发光 乐宝 乐宝在驾驶室坐好 爱宝也坐好 让他们俩驾驶基地车 打开车门 这是多多的宠物 他叫多宝 多宝站这里 这是包警长的宠物 他叫锦宝 锦宝站这里 关上车门 出发咯 到达目的地 打开驾驶室 爱宝下车 乐宝也下车 打开侧门 多宝下车 锦宝下车 打开后门 爱宝来到了直升飞机停放区 打开车顶 这里是消息区 乐宝过来睡觉 锦宝站到架子上 多宝也站过来 这是超级飞侠工程车玩具 这是挖掘机朗朗 让朗朗变形 朗朗变成了战力形态 再变回挖掘机形态 出发咯 这是超级飞侠乐迪 现在是飞机形态 开始变形 乐迪变成了机器人 再变回飞机形态吧 出发 这是超级飞侠多多 开始变形吧 收起左臂 收起左臂 右臂 升起尾翼 再收起双腿 多多变成了飞机形态 再变回机器人形态吧 出发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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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辆是多利工程车 打开车厢 打开车厢 里边有吊钩 合上车厢 多利出发咯 这是小猪佩奇 她穿着航天服 这是头盔 给佩奇戴上 戴好了 现在是宇航员小猪佩奇 接下来我们要拼装航天火箭 这是火箭的底座 装上操作台 给它固定好 然后来安装火箭的两翼 安装好了 还有火箭的尾巴 再装上火箭头 快要拼装好了 这是方向盘 装上 还有座位 好了 佩奇来驾驶火箭咯 准备起飞了 佩奇要坐好哦 出发 到达目的地 佩奇下来 火箭在这里放好 这是探测电脑 佩奇要来检查工作 检查好了 检查好了 装上探测雷达 佩奇要来开启三球仪 开启完毕 再来拼装一辆探测车 这是探测车的底座 装上车轮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好了 再装上座位 再装上座位 一个 两个 探测车 拼装完成 佩奇来驾驶探测车 要转车头 哎呀 佩奇可要坐稳了 出发咯 到达勘探区 下车准备去勘探 再来拼装一个卫星 开始拼装咯 拼装完成 佩奇要把卫星放上太空 拆开第一个玩具盒子 拼开包装袋 这是小猪佩奇 让佩奇站在这里 我们要来给佩奇拼装王座 开始拼装了 装上座椅 这是坐椅背 装上去 好了 还有一个装饰品 放这里 佩奇坐上试试 嗯 很合适 我们再给佩奇打扮一下 这是仙女翅膀 这是仙女翅膀 给佩奇穿上 穿好了 再戴上皇冠 皇冠戴好了 这是太迪熊 这是太迪熊 给佩奇拿着 还有仙女翅膀 也拿好哦 噔噔噔噔 佩奇变成了仙女公主 拆开 拆开第二个玩具盒子 拆开包装袋 拆开包装袋 拆好桌子 蛋糕放上来 还有椅子 放这里 瑞贝卡坐上来 再让瑞贝卡下来 给瑞贝卡套上胡萝卜玩偶服 后面也要趟好 带上叶子 哇哦 变成了胡萝卜瑞贝卡 好可爱啊 拆开第三个玩具盒子 撕开包装袋 这是小猪佩奇的弟弟 小猪乔治 乔治来拼装积木了 乔治要拼装的是这个积木 放上底座 一棵树木 拼好了 来给乔治套上恐龙服 看好了 乔治变成了恐龙乔治 这是乔治的恐龙玩偶 拆开第四个玩具盒子 撕开包装袋 撕开包装袋 这是佩奇的好朋友 小羊苏西 苏西也来拼装积木了 要拼装的是这个积木 放好底座 装上柜子 还有另一个柜子 给小羊苏西拿上医药箱 戴好听诊器 戴上护士帽 这是护士小羊苏西 小朋友们 这期视频你们喜欢吗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拆开第一个玩具盒子 这辆是狗狗天天的飞机卡车 打开驾驶舱 打开驾驶舱 这是汪汪队的狗狗天天 让天天坐回驾驶位 关好驾驶舱 再打开车厢 这架是天天的小飞机 让天天来驾驶 让天天来驾驶 起飞喽 天天回来啦 下来吧 把小飞机收好 把小飞机收好 放回车厢 天天来到了监测台 天天来到了监测台 不 发现有情况 打开驾驶舱 天天天坐进来 再关闭车厢 再关闭车厢 展开车身 天天出发 拆开第二个玩具盒子 这辆是狗狗阿琪的警用卡车 打开驾驶舱 这是汪汪队狗狗阿琪 再打开车厢 装上炮弹 发射 再发射一次 再发射一次 阿琪过来监测台 发现有情况 准备出发 打开驾驶室 打开驾驶室 阿琪坐进来 关闭车厢 阿琪出发 打开车厢 打开车厢 这是钓 这是钓 这是一条金鱼 哇 把金鱼钓回车厢吧 好 好 关闭车厢 鱼钓 路马要去运送金鱼了 收回车身 出发 拆开第四个玩具盒子 这辆是狗狗毛毛的消防车 消防车可以伸缩 打开驾驶室 让毛毛来驾驶消防车 拉出车身 打开车箱 这是水袋 不 纸箱堆着火了 毛毛快去救火吧 毛毛来到发射台 安装水弹 发射 我没扑灭 再发射一次 还是没有扑灭 毛毛说那我们得用喷水枪了 开始喷水 我扑灭了 毛毛可以回去了 打开驾驶室 毛毛上来吧 关好车箱 关好车箱 收回车身 出发喽 最后 最后拆开第五个玩具盒子 这辆是狗狗 这辆是狗狗小丽的工程卡车 同样可以伸缩 打开驾驶室 这是汪汪 这是汪汪队 狗狗小丽 小丽 打开焯箱 这是钓卡 小丽来工作了 我们又捉到了一只小金鱼 把小金鱼勾在钓钓上 旋转钓塔 放好小金鱼 小丽要去开车了 把小金鱼放在这里 OK 收好钓塔 关闭车箱 小丽坐回驾驶室 出发喽 这是小猪佩奇 她手里拿了根钓鱼竿 这是小狗丹尼 这是小象 艾米丽 她有着长长的鼻子 拿出森林小屋 佩奇来玩咯 还有丹尼 艾米丽 打开门 佩奇进去咯 在这里搭好钓床 小狗丹尼来睡一会儿 佩奇要去钓鱼 这是钓鱼用的小船 佩奇坐上来 出发喽 就在这里钓鱼吧 艾米丽 过来烧烤了 她在烤玉米 好香啊 艾米丽烤得有点累了 买一张椅子 给艾米丽做 你们看 佩奇钓了一桶鱼 回去咯 佩奇回来啦 把鱼放好 佩奇下船 把鱼拿给艾米丽烧烤 小狗丹尼睡醒咯 佩奇在椅子上坐好 还有丹尼 哎呀 丹尼要坐稳啦 艾米丽拿了烧烤过来 给大家吃 这是佩奇的宠物医院玩具 这是护士版本的小猪佩奇 这是一只小乌龟 把宠物医院拿出来 佩奇来宠物医院上班咯 打开门 让佩奇进去 关好门 来看看佩奇养的小鲸鱼 小鲸鱼很健康 艾米丽带着宠物乌龟来看病 让艾米丽进去 佩奇 佩奇给它包扎一下 包扎好了 艾米丽可以把乌龟带回去了 谢谢佩奇 这是一只小兔子 放到粉色的窝里 这是一只小熊 放到蓝色的窝里 这是一只小狗 放到棕色的窝里 这是一只小猫 放到橙色的窝里 这是一只小恐龙 放到绿色的窝里 这是一只小猫咪 放到黄色的窝里 这是一只小狗 这是一只小狗 这是一架救援飞机 打开门 小兔子要去体检 小熊也要去 小熊先来体检了 给小熊测量心跳 心跳正常 小兔子也来体检了 要给小兔子检查牙齿 牙齿很健康 最后给它们测量体温 好了 小熊和小兔子 小熊和小兔子体检完了 打开门 小狗要去体检了 小猪也要去体检 先给小猪体检 先给小猪体检 给小狗测量心跳反应 反应正常 再给小狗修剪毛发 剪完了 剪得真好看 打开门 小猫咪要去洗澡 还有小恐龙也要去 把小猫咪放盆里 还有小恐龙 还有小恐龙 它们俩在盆里洗澡咯 洗完了 再来吹干身上的水 吹好了 小恐龙 小恐龙回窝里休息吧 还有小猫咪 好好休息哦